江子牙为何刚死,周王就把他后人全行杀,难道只因功高盖出? 大家都知道正姓出自于姬姓江姓,现代人们往往提起正都只知道他是从姬姓演化而来的却忘记,那有一只正姓名是从江姓而来江姓就是江子牙的。 后代江子牙史书记载周灭伤后周五王封江太公之少子景书于郑一同,至子姓郑人史称西郑故城,在金陕西凤祥县,周沐王夺西郑,为下都江姓郑国灭亡。 国人姓殿景氏护卫郑景氏一级正氏,按理说这只江姓,到如今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但为何后来历朝历代的史书上都伪对江子牙的后代 有任何的记载呢?江子牙江太公为周朝开国功臣虽没有封神吧,中说的那么强大的能力,但其在军事谋略上,是用其独到之处墨野大战一战,成名历史记录了他的阴阳之威。 周刚建立时,江太公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与赵公联手其可以,如代帝王江太公死于周康王六年,其大儿子齐丁公代替江太公成为周国护国,大臣手中掌握着周朝最精锐的虎奔军,曾平定三天之乱,为周朝立下赫赫战, 公齐丁公历任康王、昭王、穆王三代周天子的亲世不偏不像的说齐丁公甚至超越其父江太公,为周朝鞠躬尽瘁的六朝元老,齐丁公,齐丁公死于周穆王元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周穆王一声令下把江太公小儿子的郑国灭了江子牙,唯一后人也死了换句,话说就是在江太公齐丁公父子, 相继死后周朝皇族便开始清洗江太公的事,立了子子江太公这一支的正姓也则逐渐消失,在历史中,周穆王或许这就是羡慕杀驴。